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你这罐子太大了 拿出来我们这台子上搁得住吗 小心啊 哦 还真是挺大的 他这风格看起来很像这个磁洲瑶啊 是磁洲瑶啊 你觉得他是什么年代的呢 这个年代 应该是在明朝 明朝 通过什么来判断他是明朝的呢 也是啊 我找别人给我看的 咱花了多少钱呢 我花了八万块钱入手的 八万块钱 钱也不少了 但是呢 朋友说是十九元 这种花呢 现在市场价应该在十多万 如果他是真品 咱肯定能赚钱的 但如果要是假的 又交八万学费 我想不会了 我这回要非常有信心 这回非常有信心了 让专家看看好吧 这位赤宝人呢 拿了一个大罐 是吧 而且有人说是明代的 是这样吧 我们前几位 大概第九位赤宝人呢 也是拿了一个像这种罐 我们把它定为持周瑶的罐 是吧 我觉得这个罐呢 有点像这个民间持瑶的 那个风格 有点那个持周瑶那个意思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但是古玩行里有一句话 持周瑶是个框 看不懂的这把李庄 就是饭是这个风格的 差不多了 持周瑶 这句话就完了 持季里面学问大了 我跟你讲啊 上次您不是马食田蹄了吗 这回您捞回来了 我告诉你 先说我给你纠正一下 可比明代早的早啊 这个是西夏池 西夏池是什么事呢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 在我们的西部党项人 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 它狭桶的地区很广的 包括青海 这个甘肃 内蒙 陕西 一些地方 您知道吗 那么这个呢 当时党项人呢 是不会致辞的 主要靠从宋人那里去抢 当时也像跟宋代一样 就像辽国时的这个情况 也是打打好好的 当合一好的时候 两国进行交流 那么他们也学会了致辞了 那么他的致辞呢 既有我们中原的风格 又有西夏的风格 所以这个罐子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当地来讲呢 一些企业家非常认 据我记得 在最好的时期 大概这个罐 您知道能卖多少钱吗 你蒙着猜一猜 20万 城市 80万啊 对 太棒了 就是说有一些地方上的一些企业家 他要保护自己的地方文化 是可以除这个钱的 但是现在低迷了一点 多少钱呢 应该在50万到60万这个之间 好 好 谢谢专家 所以我没说吗 您把它捞回来了 好像问问张亮 好像在国际上排卖过一个 跟它差不多的 好像价码也不低吧 这个我去年的时候 在东京的关西拍卖 跟这个一模一样吗 这是550万日币 落锤 家佣金 大概是630多万日币 和人民币 当时应该和40万左右人民币 你这个东西 我看有一点小的修补 如果没有修补 在他们当地这种东西 应该过百万人民币 太棒了 我们上次虽然是打眼了 但是这一次 简直能把好几次的都露回来 对啊 也不会有经验了 咱平时打眼多吗 这也不能说 没关系 其实在收藏的过程中 我们一件东西买对了 或者买错了都很正常 关键是了解它的知识 买错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小 是 我很有信心 也祝您的收藏之路 越来越顺利 好 谢谢 恭喜您收藏成功